我希望端正政治风情 我不能够再沉默 球鞋 牛仔裤 白衬衫 利落马尾 在街头活动中心握过一双又一双手 他 高雄左营男子区 立委候选人郭新正 我不但单枪匹马 我百年来单挑 话讲得这么狂妄 因为她也是台北市已雇议员李新的女友 其实也是一个选女服务认识 我认识她说她已经是离了婚 真正走近是在珠宝案之后 有一个周刊网发了一个新闻说 什么李新为爱什么 结果没想到那个新闻反而让我 不光无关还没有 然后李新就跟我讲说 她要对我负责 谈起李新郭新正露出少女般的羞涩 因为当时的她就像公主般被李新捧在手掌心 她跟我讲李新猜开来就是 郭新正 李新重正 这是她跟我讲的 所以我也就被她等于算洗了脑说 既然新闻也报了 然后命中注定 李新重正 她嘴很甜 其实她很会撒娇 我在的时候她会跟我讲说 她问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 她会变成她不知道要怎么穿 我说我不在的时候 你不是都会穿吗 她不是用那种什么白场面啊 在浪漫煮光餐厅 她完全不是 就是一些很生活上很简单的东西 可是那些东西反而是让我觉得很窝心很真实 田校分享李新的温柔 细数两人热恋过往 但这样的甜蜜 在2017年李新坠楼身亡 宣告破灭 李新这一走 郭新正的人生也转了个大弯 我们来为新哥讨回公道 新哥不能就这样死掉 这么白白牺牲 2014年 郭新正因拿出6647万元 帮人赎回九颗珠宝 事后云长珠宝老板娘 严嘉惠表示 自己是该批珠宝主人 并透过立委罗书雷协调 以7147万买为珠宝 郭新正原以为事情就此落幕 但反遭指控诈欺洗钱 男友李新也遭受牵连 李新为罗书雷募过款 常常帮黄昭顺站台 他为兄弟两肋插刀 这两位立委为珠宝插兄弟两刀 江湖果然陷恶 我因为一个很单纯的借钱的一个举动 就最后仍然38个诉讼 那包括调查局 包括监管处 包括国税局 全部对我做所有的这个清查 但是五年下来什么都查不到 我从诉讼开始到现在 我不瞒你讲 已经我卖掉了很多栋房子 为了一起珠宝纠纷 郭新正不只卖了房子 还陪上李新一条命 他将矛头指向立委罗书雷 以及黄昭顺 在背后操控一切 照资深主持人盛竹鲁合伙拍摄 谁摔死李新 出书扛上罗书雷黄昭顺 促使他踏上政治路的契机 就是盛竹鲁以及挺他的志工 也遭黄昭顺提告 忍无可忍啊两份公文之后 结果他还不但否认 然后他直接告我 还告盛竹鲁 告了盛竹鲁就像骂到我爸爸一样 这我不能接受 今年9月1号 郭新正要求黄昭顺道歉 但迟迟没有获得回应 两天后 郭新正独自离开台北到高雄 宣布参选立委 直接呛下 黄昭顺我来了 我甚至在我的目录上都公开写了 这些黄昭顺的荒唐事迹 这些东西不是我编出来 是所有他的新闻媒体上报道过的 我跟很多人讲说 我当青道夫 我第一个我先来扫垃圾 我要把这些藏污纳垢的成年垃圾 全部清出去 那记得过来 来看 来我们大家一起共襄圣局 一起努力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我是欧儿很急 爸爸从小教育 我就把我当男生一样 我的名字人家都说 啊 七十包啦 郭新正生长在公务员家庭 但生活并不富裕 靠妈妈养鸡鸭 让孩子有胆吃 他还透露 自己是家中第四个女儿 差点一出生就被送养 最后是妈妈舍不得才作罢 23岁那一年 郭新正愿赴美国学设计 我先前是待在美国 我在美国待了十年 那在美国结婚 生了小孩 后来也在美国离了婚 所以离婚之后呢 93年我就决定 带着儿子回来 成为单亲妈妈的郭新正 拿卖掉车子的五万元 返台创立媒体考究 从美国的研发 设计到进口到台湾 开零售店 都是我一个人 当时是1993年 郭新正花了11年 企业越做越大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都有开店 成为资产十亿女企业家 直到2004年 为了照顾中风的爸爸 不但退休 还购入新一区豪宅 因为爸爸我退休 那对我而言 好像日子也不愁吃 不愁穿 其实真的少了一些动力 我那时候就想说 花400张 我一张来卖一万块 然后我就可以有 400万的慈善基金 加上我自己的捐款 我就不要去依赖 因为听说现在慕快很难 我那时候就很开心了 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我的一个精神在做 输送之后呢 我其实这件事 我就割下来了 这五年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我碰到哪些事情 完全是全面的打压 全面的这个超加灭组 所以我就停止画画 因一连串的恩怨情仇 国新正踏上复仇之路 脱掉上流社会外衣 套上牛载裤衬衫球鞋 深入基层 和民众拔甘情 你好 我是郭先生 谢谢 请支持 礼拜天我们早上有活动 我其实过去两个月 我几乎走遍了这里 所有的市场 很多市场 我甚至少了四遍以上 有些人就说 那个不认识我 可是因为握了手 我去连三次 就有市场人跟我讲说 啊你来三遍啦 我记得了啦 你来三遍了啦 就是说我觉得 我是用我的努力感动他们 我现在每天真的睡三个小时 我的身体是很疲惫的 可是我精神上却是格外的充实 我就觉得说 我终于找到我人生的第二个志业 我把这当志业 因为它不是事业 因为没有在赚钱 我除了打倒贪婪权贵 我就要终结黑金 其实这个非常难 我不敢讲我懂 我其实很多东西不懂 我也在学习 但是当我拿到权力之后 我就可以找更多的专家 来做分析 所以正经就是让百姓幸福 国心政过去是拥有十亿资产的女企业家 现在只不过是名政治素人 不接受政治现金 不投靠任何党派 凭着对理心的爱 凭着自己的政治理念 一步一步朝向立委之路 只是这看似坚强的背后 其实很多诗剧都有所回不来的